政府發新春紅包 全民普發六千元現金 一共五種發放方式 預計四月就會入帳 應該也還是會花啦 但是還是會存一些錢吧 當然大吃一頓吧 其實你要說多也不多啊 對不對 你現在六千塊錢的話 你能做什麼 不過大家都想拿得更多 要怎麼把紅包變大包 最直接的先把現金登記入帳 滾利息 透過銀行推出的數位 高利活存最高享有8% 另一種以信用卡取代六千元消費 國內外都可以使用 不會被現金使用範圍給限制 方便之外 又加上信用卡的現金回饋 像是國泰式華Cube卡 國內指定通路 三%小數點無上限 而海外消費則是最高5% 另外原大鑽金卡系列 海外實體消費 最高也可享有4%回饋 六千塊拿到 應該會想要先出國去玩一趟 可以吃好一點 或者是住的部分 也可以稍微選擇多一些 先買雞蛋吧 應該是用在一般的民生用品吧 餐飲業者也祭出六千 放大數只要下載網品集團 App就能領取六千元振興禮金 旗下國物品牌都可以使用 領取數量就要過去成張兩成 六幅萬一酒店放更大 用六千元買六張 一千元現金抵用券 每一張可以抵一千三百八十元 另外新版希爾頓酒店 也是買六千送六千 包含住宿券 餐飲券各六張 只要預訂住豪華套房 那麼就會送十二張的優惠券 那這裡面呢 有六張的五百元的住宿券 還有六張五百元的餐券 券已經發超過了五百張 這次發六千元現金用途更廣 業者抓緊機會各出其招 替民眾把現金放大再放大 三立新聞許教委翁家宇台北採訪報導 中國人的餐券